那目前我们的辩方律师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 我们目前怎么看这个案子进行到这一步 猎狐行动的这个证据的这种重量 又重新被这个提到了这个台面上 实际上从这个243文件是吧 开始大家就感受到了这个猎狐行动 其实在整个案子当中的这个分量 当时我们也是这么想 就是说最终大家说白了 在这种交锋当中看谁出底牌 你的底牌是什么 你手上有多少牌可以出 那越到最后尤其是420甚至到520的时候 可能逐渐逐渐的大家就越来越明朗了 就是最后交锋的焦点在哪里 就你辩方或者说这个政府 他手上有哪些 对郭县这边是有这个是不利的 那郭县这边肯定也想要 更多的去了解 也为什么说要求政府要给更越更快 给更多这个这个他们手上的一些文件 尤其是这些证明证据等等 那作为郭县这边肯定是想要拿到 或者说掌握更多的 有利于未来在庭审上辩论的这个这么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从这个文件里看出来了 就双方都非常在乎猎户行动的这些资料 对不对 就政府不太想给 咱们这边郭县这边又特别想要 就特别快而且要快 而且要更全更多的想要 那显然这个就成为一个焦点了 或者说我们可以预期一下 这个纯粹是咱们自己预期 未来猎户行动对郭县的案子的这个重要性 有可能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是一个陪審员 你在下面听的时候 我们首先说 这个政府指控你诈骗啊 你骗钱 你有各个方面 然后你有多少的受害者 是吧 然后这个逻辑性有多少 那陪審员他这么多陪審员都要听了 但是从被告来说 从郭县这个人来说 我们可能过去有一些政府 可能会有怀疑的理由 但是我们这边要证明给陪審员看 他的怀疑 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是没有道理 怀疑他没有根据 但是我们要给陪審员看 是有原因的 是有背景的 是吧 是因为我们是猎户行动的 他给的目标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有一些行为 可能不是常规的行为 那这样的话 陪審员 我相信很多的陪審员 他有他自己的理解 是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行为 他是不是可以理解跟接受的 那猎户行动毫无疑问 就是成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 让大家更让陪審员 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案子 它不是政府描述的那样 或者说想要定罪的那样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猎户行动未来 在整个案子的庭审过程当中 从头到尾都在贯穿的 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为什么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咱们从23 从过去到23文件 到现在的文件 逐渐逐渐的 我们也明亮了 所以我们要对案子了解更多的 我们得要了解这个列付行动 尤其是跟爆料革命有关的 这些案子 这些文件 大家要去了解 比如说东区的几个案子 一定要去研究一下 这里边的共产党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都不了解 你怎么只能陪審员他就了解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了解了以后 我们自己就能讲得通 我们自己就能理解 我们就能看得懂 在庭审什么过程当中的 辩论的这些点 对 在这个文件当中 有一个是没有跟大家标注的 然后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郭先生给东区的 这个检察官办公室 发了一张传票 这个传票就是要让他去披露 当时有关于灭报的案件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因为南区的检察厅 他是这么给郭先生答复的 他说他们没有很明确的 去说猎狐行动 因为他们认为猎狐行动 是东区的在做调查的 这样的一个案件 他们没有明确的说 这个是否是在南区的 可以搜查和提供的 这个证据范围里面 所以郭先生为了保障 自己的权利 他给到东区的检察官办公室 已经发送了一张传票 那这个传票是在 4月5号的时候到达的 并且呢 这个法庭呢 会要求就是这个 东区的这个检察官办公室 要在4月10号 把这个猎狐行动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证据 回应给到郭先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实质性的 这样的一个进展 然后这个导哥刚刚说 这个猎狐行动 我们考一下导哥 这个今天 今天一直没有问导哥问题 所以郭先生曾经有一个视频 说这个爆料革命 极大的改变了党内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体制 包括所有战友做的这个努力 每一天都在改变中共 他说过去这个猎狐行动 共产党多嚣张啊 对吧 猎狐行动做的多么强大 这个猎狐行动 它最后怎么样了 这个郭先生说 我们最后让这个猎狐行动 就是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 最后让猎狐行动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 他最后说猎狐行动 猎狐行动猎着猎着 就怎么样了呢 就灭共去了 就猎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这个共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要明白 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这也是郭先生 很厉害的一点 永远是就是别人的这个攻击 会成为我们获胜的 这样的一个密码 会成为灭共的 这样的一个密码 那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战神永远是战神 无论在哪里 战神永远是战神 那这个就是259号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 我目前来说 这个网站上很快 他就会更新这个翻译 我们这个翻译的战友 应该目前也会在 继续的这个工作 所以很快大家可以 好好地去细致地去研究 然后包括这个当中有讲到 这个尤其是有关于 这个警线律师限定的 这样的一个材料 他更多的这个讨论 是有关于这个 受害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关于所谓的 政府列出的这个证人啊 或者是政府所谓声称的 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资料 他是否能够及时地提供给 郭先生去做 郭先生应该要做的 宪法保护他的 需要他去做的这样的一个 审前的第六修正案 赋予你的 你要有足够的了解 你对你的辩护的情况 你对你庭审的这个情况 那260号文件呢 也就是艳平女士的这个 辩护律师团 他对于这个当时 这个政府回复他 253号文件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回复 那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政府应该要批准 这个艳平女士 在3月28号当中 信件当中 要求的一些 这个救济的这个措施 在3月28号的 这个信件发出之后呢 政府又给了 这个将近14万页多的 这样的一个四个材料 其中有一份材料 是9000多页的 是回应这个 两月份这个猎狐法令的 就大家要知道 他给了14万页的这个材料 将近1万页的这个材料 是这个猎狐行动的这个 所以呢 基于这个数量的这种庞大 然后基于这个政府 给出材料的这个时间的 这个不稳定性 制定一个你提供材料的 这个截止日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可以确保 辩护的律师团和被告之间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计划 去审阅所有的政府 给他的这些调查的这个资料 那么第二条呢 这个辩护律师团继续写说 这个政府应该要下达一个法令 去要求这个 亲手将这个调查资料 要送到MDC 并且要求这个MDC 要通过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司法的员工 把调查的资料 交给到这个被告 那这个当中呢 我们就写到说 上周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政府之前一直有说说 他们一直有在提供证据给被告啊 但是呢 从彦平女士单独的这样的一个 各地上面来看 彦平女士的律师团 在2月20号的时候 就要求这个政府 要提供这个材料给到他们 直到五周以后 彦平女士本人才真的在MDC里面收到 那大家可想而知啊 如果你9000页的材料 对吧 或者是14万页的材料 你如果缺少这个五周 对你的庭审的这个准备 是至关重要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辩护律师就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个考量 那么在3月28号 这个信件提交之后的几个小时啊 原来的政府的这个 发现的这个材料 就立马提交给到了彦平女士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所有的法律上面的这种 来回或者是博弈 它都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那尽管这种效果 我们是要通过文件当中才看到 但是对于郭先生 对于彦平女士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那这个当中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政府它提供材料的延迟 那就意味着很多重要的 这个材料的这个证据 很可能是在庭审之前 才能够刚刚给到彦平女士 那这样的话 作为彦平女士 她自己来说 她是没有办法 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的 所以这个 这个辩护律师就要求说 所有的这个材料相关的这个硬盘啊 包括近期所有的这个材料制作 都应该要通过这个MDC 要转交给被告 咱们是需要老挠的 在庭宿里面的这个材料中 现在我们的听众